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最近人川冠军赛已经结束 国际拼联也在新的一中公布了最新世界排名 其中王楚清依旧排名南单第一 樊振东排在第二 但是备受争议的是呢 在这一次的世界排名更新之后啊 王楚清因为在之前临时退出人川冠军赛 所以导致他在最新的世界排名当中 有一项啊有效积分被复零 也意味着呢在一年之中啊 接下来的话他的世界排名积分只有有啊 七个有效积分 而其他运动员呢 则是可以有八个有效积分 对王楚清接下来维持 他的世界第一的排名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球迷在了解到 王楚清这一次退赛被复零之后呢 非常的生气 不仅直接炮轰樊振东 甚至攻击我们国平教练组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来详细回顾了解一下 首先前段时间呢 王楚清在他的社媒宣布退出人川冠军赛 原因是说自己呢太累了 所以希望好好休息 接下来来备战澳门世界杯的比赛 从王楚清的说辞来看呢 应该是他自愿宣布退出的 但后续有些球迷却质疑王楚清这一次意外退出比赛 身体没有太多的伤病呢 很有可能是教练组的旨意 是希望能够帮助 樊振东在本次比赛 夺得冠军 获得更高的积分 所以本身呢 王楚清的球迷认为 既然说是教练组要求的 王楚清退赛 现在呢却莫名其妙 遭到国际拼连的重罚 积分被复零 对于王楚清 后续的世界排名影响 是非常大的 所以王楚清的球迷 自然就不买仗了 他们一方面呢 攻击樊振东 是黄竹 认为 教练组呢 刻意保他 结果樊振东到头来 也没有能够得冠军 差一点呢 就导致我们国平难丹 遭遇滑铁路 实在是一个非常丢人的事情 他们质疑樊振东啊 是扶不起来的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甚至点名攻击 刘国良和王浩涛们 认为他们是耽误了王楚清 辜负了他的努力 一次简简单单的退赛呢 导致王楚清 接下来的世界排名 受到了非常坏的影响 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他们也希望呢 教练组能够给出一个说法和弥补 这一次啊 王楚清因为被动退赛造成的损失 到底由谁来弥补呢 从目前来看呢 这一次赋林的风波影响确实非常大 王楚清的球迷也是越闹越大 而当然呢 对于我们国平教练组来说 他们的态度其实一度都是非常明确的 并没有偏袒谁 更不存在什么黄竹的问题 刘国聊和王浩在去年呢 因为樊振东的退赛 同样呢 让小胖呢 吃到了富林的一个罚单 去年呢 樊振东因为退出团体赛来 专注我们国平另外一项世界大赛 导致他的世界排名有效积分呢 同样由八个变成了七个 所以我认为啊 王楚清的球迷呢 不应该去攻击 甚至冤枉樊振东 他在去年也曾经吃过亏的 这只能够说明是我们国平教练组呢 一贯的一个决定 并不存在偏袒谁的问题 对王楚清来说 这一次既然吃了大亏 下一次呢 就切记不要随便退赛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